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大開講 那麼郭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品牌 是源自於18世紀中期很知名的自表大師 菲基隆比爾頓 他所延續下來的一個精彩的作品 那郭大今天帶來了兩款作品 右手邊這一款 FB1 也是這個品牌重新復興以後的第一子作品 提到這個品牌我想它的背景 郭大其實已經在我之前的開箱裡面有提到過 如果各位你沒有去看過那集開箱的話 麻煩再先過去看一下 郭大常常講 像這麼有歷史很豐富的品牌 一定要先了解背景 不然你沒辦法去感受到它的價值 這款萬表在2016年得到了 最重要的一個鐘錶大獎 叫GPSG大獎的金手指獎 左手邊這一款FB1R 它是得到了2019年的最佳實際獎 你看每次一表款出來一問世 就得到大獎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這個品牌有多厲害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 那郭大在背景介紹裡面 就是我在開箱裡面有介紹過就是說 貝爾圖大師其實他以製作精密的航海天文中文明於世 那各位你知道 航海天文中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它配備的是芝麻煉的傳統系統 你如果看到芝麻煉的圖 你會發現到它有兩個柱體對不對 原柱體 那麼一個柱體其實是那個整個像筒型的柱體呢 這就是它的發條核 那在總筒型的柱體旁邊呢 一定有一個錐形的齒輪 那個叫均立圓錐輪 如果是芝麻煉系統一定是有這兩個東西 發條核旁邊有個這個錐輪是要幹嘛的 其實就是說當發條核這個發條 你轉到最緊的時候輸出力量最大嘛 那它越來越放鬆 越來越放鬆以後力量越來越小嘛 那力量的大小不均其實是造成手錶 或者說鐘啦 各種機械式實際不準確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個芝麻煉的用意在於說 當你把發條轉緊以後 這個力量是透過一個叫錐形的這個均立圓錐輪 為什麼它用錐形的 我們也有稱為叫寶塔輪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有沒有 底下是很寬厚的一個半徑 越往上呢這個半徑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你看喔 當你在轉動的時候它是這樣子 它上發條是從這個均立圓錐輪轉喔 是轉過來以後 把這個鏈條轉到這個圓錐輪的身上 所以你去看 如果鏈條都在圓錐輪上面的話 表示你是滿鏈的 這樣各位了解嗎 它運作是這種情形喔 所以你轉過來以後 你這個右邊的發條被你發條被你拉緊了 拉緊它會釋放 釋放的時候呢 它會鏈條把你又拉回來 所以鏈條會慢慢又被拉回到發條的身上 當你全部鏈條捲到發條上面的時候 就是動力用完的時候 所以這樣各位你會看芝麻鏈系統 所以當發條有把鏈條捲回來的時候 它剛開始是捲 是不是從最小的地方開始捲 最小的圈圓盤開始捲對不對 那你剛開始捲表示這個時候發條是滿的 所以這時候力據最大嘛 力據最大為了降低它對於齒輪施放的這個力據呢 所以用什麼最小盤 好所以滿鏈的時候力據最大的時候 它就用小盤去帶動齒輪去推動齒輪 這樣子可以降低它輸出的力據 那當你一直轉一直轉 鏈條一直被發條收回來以後 它力量越來越小了嘛 所以你看它會往下一直遞減 往下以後盤子越來越大有沒有 力量越小以後用大盤去帶動 所以呢會怎麼樣 會提高它的力據輸出 會使得這整個一個本來是斜線的這個力據輸出呢 變成什麼 比較平 所以我們才叫什麼 均力圓錐輪 就是把力量平均的一個圓錐的齒輪 是這樣子來的 那為什麼郭大要講這麼多呢 因為傳統是這麼大的一個體積 但是手錶是這麼小的一個體積 那你要把這麼高的一個立體的一個圓筒 尤其是鏈條 我們像拆角車那種鏈條 這麼複雜的一個這麼大一個體積的東西 要把它縮小到手錶這麼薄 這麼小的空間裡面 它就首先就是一個難處了 這就一個已經很麻煩了 所以從懷錶進入到手錶的年代 是很少人去做這樣一個東西的 那我們這個FB1為了傳承 大師的這個天文台航海中的精神 我們努力不懈的把這麼精密的複雜的這個機構 把它濃縮到微型的表格裡面來 重點是除了這個芝麻鏈以外 各位傳宗的結構體 其實跟機心的結構體也不太一樣 傳宗的這個機心的做法 是用柱子去做成它的結構 它大概有6到8根的柱子 然後這柱子跟柱子之間 再放上各種甲板去承載所有的零件 那我們這一款FB1 其實FB1R的機心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用了它的主結構 是用了6根鈦合金的柱子 去承接了18片的甲板 所以你看一般的機心 你只要有一片底板當基礎 再放上幾片甲板就可以了 但我們的做法更複雜 這樣做法就可以讓你所有的零件 更加精密堅固的合在一起 因為你知道在海上航行的船 那個震動是非常劇烈的 所以它必須要更精確穩固的結構 去讓你的船中運行準確 這個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一個是為了繼承 先人的精神做法傳承 第二呢 它這個也可以讓你的結構更加的穩固精密 但是我們又希望它不要那麼厚重大 所以郭大剛講的 所以芝麻鏈的系統 它是採用懸吊的 就是它只有單邊固定 另外一邊是懸空的 所以各位如果你翻過表面 你感覺到它不凡的氣勢 這種編排樣式 我們是在一般尋常表裡面是看不到的 芝麻鏈系統 整個都是完整的呈現在你眼前 所以這裡面有四個專利 包括芝麻鏈的懸吊系統 包括你可以想像一下 剛剛郭大學講 芝麻鏈的上鏈方法 是從這個寶塔輪 把這個鏈條轉回來有沒有 那你有沒有想過 當我在轉寶塔輪的時候 因為寶塔輪其實在整個傳動系統中間 發脚是源頭嘛 那我在上鏈的時候 那指針怎麼辦 指針不就不會動嗎 不會 因為我們裡面還有個行星系統 就是說當你在上鏈 寶塔輪在轉的時候 它還可以持續維持攻擊動力給群眾 那才厲害 對不對 這是一個 所以這也是我們得到裡面有包含專利的 第二個 我在這個 上鏈轉鏈條的時候 這一條鏈條 700多個零件 它是多麼樣一個細緻的 每個每一截 700多個每一截都要手工去拋模 去連接起來 然後讓鏈條傳動可以非常順暢 當你在轉上發條的時候 如果稍微用力轉到鏈頭你不知道 啪 斷掉了 事情大掉了 所以它也有一個什麼 馬爾他十字的防斷裂的系統 這也是我們獲得專利的 厲害的手錶 最重要的精神在於怎麼樣 把傳統跟創新做融合 我覺得這款FV-1 就是做了最好的詮釋 因為它是用現代的 新的設計 新的材質 去把過去的概念 重現給所有的表明 接下來郭大翔講的另外一個專利是 你先幫我看一下這兩支錶 FV-1跟FV-1R 它們其實有個共通點 九點跟十點位置 都有一個儲能指示裝置 郭大翔用另外這款FV-1R來做示範 在錶背四點位置這裡 你如果用放大鏡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錐體的光亮質感很棒的 一個不鏽鋼型的一個圓筒 錐形的圓筒 圓筒是連接在發條盒上面 所以當發條盒轉動的時候 上鏈的時候 這個錐體會往上浮 很有趣喔 你去一邊轉發條 你一邊去看它 你會發現這真的很棒的一個享受 那麼這個錐體旁邊 有一根桿子 這個桿子的頭部呢 是一個紅寶石的滾輪 它跟錐體邊緣是結合著的 那你想想看 錐體是個斜邊嘛 那這個桿子跟這個錐體結合嘛 所以當你這個錐體發條轉動的時候 會讓這個錐體往上升 往上升的話這個桿子 是不是會往外頂頂出來 這桿子是連接著我們的什麼 儲能指針 我們這款FV-1R呢 在這個視點位置 這裡是不是有儲能指示 所以當底下那桿子呢 被這個錐體呢 推推一直往外推的時候呢 它這個指針就會從低 往高這邊 所以你上鏈的時候呢 指針就會怎樣 往高直 這也是一個古老的一個 做儲能指示的方式 這個錐體的這個儲能指示 也是一樣用宣調式的 所以它也只是有單邊固定 那這種指示呢 既特殊又有高公益性 又怎麼樣 精準 可以完整傳達 你這個發條裡面 所剩餘的動力 郭達最喜歡的是說 當我幫它上鏈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這個錐體的移動 浮動 然後連接著這個針的推動 上面除了指針的移動 真的不會贏 它就是一個上 玩了一個最高的競技 最後一個 第四個專利 是由陀飛人直接傳動的 中央計時秒針 你可能會覺得 郭達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郭達一樣要做一點小小的背景介紹 我們知道 在18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的懷表 誤差是用分鐘去計算的 那個時候的懷表 很多是沒有秒針的 我有傳宗 因為傳宗是高精密度的東西 而且傳宗 我們在開箱有講過 傳宗那個時候的準確呢 因為為了測得你航海的經緯度 它必須非常準 準確到必須要以秒為單位 所以那個時候的傳宗才有資格放秒針 尤其放在什麼 放在中央部位 在我們FB1的手錶裡面 面盤有沒有 它這個特地做一個開口 就是要讓你看這個傳動的情形 所以它真的非常懂得 我們表迷的心理 你手上戴著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從陀飛人過來 直接傳動的 秒針的運行 所以我們一樣是為了傳承這個精神 我們做了一個非常細緻的 很漂亮的一個中央的秒針 直接由陀飛人去傳動它 也是得到專利的一個裝置 所以各位 你如果仔細去看我們這個秒針的話 你可以感受到 群眾系統 那種叮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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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鐘六下的那種感受有沒有 一樣是賞玩享受 感受到它從很精密的 頭分的情動裝置 傳授過來的那種步伐 所以我其實是非常陶醉的 今天的拍攝影片 我其實是非常期待的 果然不負所動 我覺得今天好滿足 今天其實我拍攝影片不要錢都沒關係 各位朋友們 那因為這個錶真的有太豐富的內涵 太多可以講的東西了 那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郭大不得在這邊先中斷一下 其餘的部分呢 我們下集再聊好不好 好所以以上任務的一樣 底下人下次見 掰掰